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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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不到效果了 但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买了什么呢 买了中钢高股息的股票 高股息高股息 阳明 台积电 台庆 富邦金 鸿海 荣运开发金群壮 日月光大同等等 所以总结来说买了中钢 这是买超第一名 第二个一头拉股的高股息的股票 当然也经常买了航运股像阳明 也买了台积电 也买了一些金融股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官股的这个今天买超 这将近百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你可以发现它是三月的中下旬以来 最大的一个买超 好 我们把这个框杀掉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三月中下旬以来最大的买超数字 所以因为今天台股 我们在亚洲股市扣掉了大陆 大陆是因为北京有可能封城 所以上阵跌了5% 我们这个把它忽略了以外 今天台股的跌幅是2.4% 远高于日本跟南韩 所以今天已经很大的幅度 反映了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的大跌 所以有官股护盘加上投信的买超 我认为明天有很大的激励 是会开低走高 明天有反弹的机会 对 除非今天的美国股市又崩了 另当别论 但是从盘前的迹象来看 美国股市 目前期货盘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期货盘 美国到Jones是跌一个百分点左右 将近一个百分点 达克也是跌0.91% 将近一个百分点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54分 当然不知道稍后的变化如何 但比较担心的是欧洲股市 欧洲股市现在 法国股市越跌越深 大跌了2.34% 因为欧洲股市的话 上个礼拜五并没有 因为它很早就收盘 没有反应美国这个部分 所以跌2%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美国各大指数 在上个礼拜五 都是跌2%多 都跌2%多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效会的 那我们回来看投信 很多之前索马的股票 遭到弃氧股价出现破底 该怎么办 今天投信到底卖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投信 卖钞的标的 投信今天卖中钢 跟关股捐商对坐 然后卖了群创财经 卖了面板 卖了南坊 新浮发 卖了一些资产股 卖了散装的惠扬 KY大国钢 新兴广达中红钢铁 我们再从工格的角度来看 这是他卖超 在今天卖超的 那更担心的应该是 他已经趋势走弱 而且弃氧的股票 应该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好 那其实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些的股票 产业的基本面 做一个研究 那我帮各位研究了以后 大概强茂的车用二集体 金豪科的立即型的机体 还有台胜科的细筋炎警器是 还可以的 这三个警器是没问题的 那当然面板这些 我觉得警器都不太好 所以第一个动作这样来看 然后我再教各位看第二个动作 股票我们能不能买 基本上假如说筹码松动了以后 跌一大段超跌的时候 是可以跟他颠倒 你想 也就是说投信 投信今年一路来做来 也没说很厉害 现在也是两股招臂 那我们几档例子 306金豪科 我教各位 这个资料都可以查得到 那我们看K线 下面先放一下这个投信 但是我们 下面放投信 对 我们转换成月线 因为这个礼拜就要收 4月的月线 观众可以发现 投信的确 在金豪科 这股位没得很像的 一万块八千张 大麦 都给它倒出来 但是散户之前看投信买跟进了 现在的融资会被收动 所以我们转换成融资一二 好 我们再来看融资 对 看融资一二 我们发现融资也被它下出来 有下出来 9000多张 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比较多的 所以基本上金豪科 当然我认为应该还有低点 因为那个都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散户的筹码已经被下出来 这个股票以后再跌 所以低点不多了是吧 对 以后跌到这个低点 应该是买点 所以反而应该等着 因为融资 对 抄底 投信卖 融资也松动了 这个股票但是基本面是OK的 所以它未来的低点是可以买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353 台胜科就不是这样 台胜科我们先看一下 看投信的 投信的这个 他们先看东西 投信 一样投信这个月 它大卖了9000多张 本来你看都买满了 所以要松动了 但我们看融资 融资没有减 融资还没有洗出来 融资这个月才减26张 融资还没有洗出来 那这种先不能碰 对 这个你就不要急着摸 那手上有的要不要卖 这个应该还会低点 要买 而且可能比现在位置 还低了一段距离 简单来说 就是这些跌得很深的股票 这些筹码已经松动的股票 还要看到底散户有没有被洗出来 如果因为我们现在列的这些都是 这时间投信狂卖的 也就是投信已经洗出来 问题是如果散户还没有跟着被洗出来的 那还有低点 不行要买 那如果散户也被下出来的 反而应该找低点超低 那最后的时候散户会多杀多 有一段不是法人卖 是最后多杀多 那个会跌得很快 所以你现在进去了还太早 好 蔡总刚刚说 明天如果开低 非常有机会 开低走高出现反弹走势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 虽然欧洲股市现在压力沉重 但美国股市似乎已经没有跌那么深 但还是在跌 还是在跌 至少现在晚上录影时间 7点钟的此时此刻还在跌 所以明天真的有机会出现反弹吗 还是破底之后已经转趋空投 可能会持续弱势呢 各位怎么看短线行情 请举拍 好 短线行情 1 2 3票认为会反弹 硬量比较悲观 硬量给差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确认讲的 这个要看美股晚上能不能止跌 那我觉得今天止跌机率应该不太大 因为上个礼拜五看起来还没有反应完 美股有可能还会再错底 如果再下的话 利用还没有反应完 对 那如果再下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明天可能还有低点 好 大盘在破底 台积电也在破底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的股价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在今天最低点来到5 4 6 连这么好的公司也破底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要来好好解解台积电 破底的真相 台积电为什么破底呢 会不会跟金管会有关呢 因为之前金管会说 我要好好查一查 外资心口不一 嘴巴说看多出看多的报告 但手上拼命把台积电当ATM一直在提款 我要好好查查 我们当时就想 你要查九大外资 那么外资的肯定是不敢再卖了 没有想到他查完了没有 查完了 现在查完之后的结果呢 证交所认定 无不法行事 认定外资没有完两手策略 那你既然认定外资没有完两手策略 是不是等同于你给了外资继续大卖通行证呢 你给了他免死金牌不是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被认定无不法行事 没有完两手策略之后呢 那外资后面再卖 你就不能说话了 对 因为这个金管会的话 派的这个所谓的员工的话 大概有十几个 他说查了两天 花了两天的时间 查了好多好多的资料 说没有人钱喊买 人后大卖的情况出来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话 继续到547块 外资又卖了两万三千多张 继续卖 对 所以整个半导体 比如说创委的话 今天竟然是跌停板 你看他过去这几个月的获利 被拖累了嘛 那合金的话断头 它继续再跌 那另外像连电的部分的话 还是持续比较低迷 那新唐的部分的话 杀板一定要比较强 生养半导体 一开板就急速杀B 那文塞我就得担心了 你现在既然给他 继续大卖的通行证 而且你说他无不法情势 那如果从ADR和台湾 现货台积电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ADR ADR这个波段跌了32% 在我们台股台积电才跌17% 那之前外资会不会是怕被查 所以稍微有点收敛 那现在你既然说他没有不法情势 立功宜没有两手策略 如果从ADR的角度来看 台积电有没有可能 后续卖压会更沉重 对 过去的话 美国的ADR价格的话 换算新台币的话 都比较贵 比较贵 那过去贵的话 预算上溢价大概都是10%左右 以前贵10% 都是10%以上 那现阶段的话 因为台积电美国的ADR跌得比较凶 它是从这边的话 所以现在贵现货几% 大概是有 我们换算的话 大概只有2.7% 那以前的贵10% 现在只贵不到3% 那台积电恐怕就有补跌 现货是要补跌的压力 如果要回到过去的逻辑 那可能还有7%要跌 如果回到过去的经验 比较有补跌的压力 好 特别是外资大卖 筹码跑到谁手上 跑到散户手上 因为股东人数在台积电跌破600之后 我们算了之后发现 激增了27.8万人 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确实令人担心 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现在传出在美国设厂 阻碍重重 之前的话要去美国设厂 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 因为换算的话 大概原则上 比台湾大概贵 50% 那谁要去呢 因为美国就说你们来 那我大概有520亿美金 我会去补助你们这些来的人 补贴我们嘛 所以我们才去啊 对啊 但是Intel一直在那边 找说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到现在这520亿美金的话 都没有下来 你贴没下来 但是你120亿美元的设厂的话 你已经换进去了 所以补助都还没有下来 糟糕 陆行之还说 我们头洗下去了怎么办 我们头洗下去了 他当初答应我们的520亿 因为Intel一直在诡较 说你为什么要给台积那么多钱 台积电还把高阶留在台湾 你应该美国优先 挨得到金嘛 补贴竟然没下来 都还没有下来 糟糕 老美会不会骗我们 我们去设厂 说到时候不给我们钱 对啊 那另外的话 其实设厂的过程里面 也阻碍重重 就是在所谓的设备的部分 比如说他要跟艾斯莫尔的话 原则是要订货对不对 对 艾斯莫尔说到现在没办法交货 因为主要是德国的菜式晶片缺货 菜式晶片只能他的 其他人没办法去补 所以据说台积电都穿山越岭 飘洋过海去催货 但是还催不到货 对 然后艾斯莫尔就跟他讲 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个设备厂 叫柯林 它也因为就是一些小东西的话 也弄不出来 那这个东西的话 是感测器的东西的话 也弄不出来 长短料的问题 它认为这个料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 但是问题就是缺料缺了很严重 那现在在日本的部分的话 也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我们讲柯林的话 甚至为那个料 他去买一个洗衣机 把那个洗衣机的晶片拿起来用 就拆洗衣机来用 拆洗衣机的晶片来用 你可以发现有些关键零组件 就是缺货 缺得非常严重 所以阻碍重重来包挂 上游设备商 特别包挂埃斯莫尔的光刻机 交不出货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生产了嘛 好 第三个路行之说惨了 我们现在恐怕沦为竞争者的职业训练 所以他只竞争者当然是英特尔 因为英特尔批命给我们挖脚 对 英特尔挖台积电的脚 是用两倍到三倍的薪水 两倍到三倍 你说你欠了去不去 而且英特尔留他们自己的人才 避免被台积电挖 花了24亿美金的话留人才 现在重点的话就是 因为在找人才的过程里面 他需要台积电的文化 所以你们如果要来台积电上班的话 就请这些人才要来台湾 受训6到12个月 你是说台积电公司本身 如果在美国招人 他要求 现在阿兔要来台湾受训 6到12个月没有人要来 阿兔一定不来 对 所以现在变成说 台积电找不到人 然后台积电人又被挖走 对 然后这个设备的话你看 他现在为了要拿设备 他到日本去 有了设备一年 两年都叫不出来 所以他现在要去隔离 他还是继续 台积电还是派人继续去 他拿了一个表格 他拿表格就说 这个项目缺是为什么 这个项目缺是为什么 就一个一个问很仔细的问 一直在催货 既然你知道感受器缺货那是正常 然后控制晶片缺货是正常 既然你电线电缆 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电缆的部分的话 都缺货 所以现在目前美国厂的设立的话 阻碍重重 据说库存也是一个问题 对 现在库存的话 其实我们这几次台积电的法说会 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发现 2020年3月之前的话 是COVID-19之前的话 它的库存一般的水准 大概是一千亿以下 一千亿以下 但是它库存一直增加 那现在问他 每次他都说塞港 或者是说 因为很多的这个高 运算的晶片需求很强 所以我赶快 用货给他们需求 但实际上 市场还是有一些余力就说 你看你虽然讲这么多 但是你每一记法 所谓你的库存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你看看你这次库存增加到多少 将近两千亿 将近两千亿 但是在COVID-19 2020年3月之前 你的库存只有一千多亿 所以为什么你的库存 会那么高呢 对 这也是市场为什么 卖台积电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你为什么库存增不下来 老是一直在创新高 这也是一个关键意思 当然台积电本身 也有系统性风险 如果外资要被赎回 也就是他们一些基金 如果要被赎回的话 他被迫是一定得卖台积电的 那文三现在怎么办呢 哪些股票是安全的 哪些股票是危险的 对 所以言之上我是觉得说 如果库存很多 跌价风险大的 那是要小心 比如说茂达 他法所谓说 他的BB指数 他的接货 从1.8降到1.1 就他过去电影馆 IC的热潮过了 那像这红杰科 库存很高 产能利用只有四成 那这个也不好 其中IC库存的话 跌价压力很风险很大 因为这危险 但是有些公司你看 瑞翼 今天他的抗跌性比较强 那我们看他的获利 因为他的获利赚四十几块 他的这个益估是八点七五 出来是十块一毛五 毛利率五十二点二 这些都还不错 第二季的营收 比第一季的营收还高 我觉得这一类型股票 比较有抗雷力道 那我们再看上业 那企业这个的话是 你这个料眼一松懈的话 对网通竹井就比较好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稳定度稍微比较高 所以网通竹井也是一个观察 那车用部分的话 他的股价稳定度比较高 所以车用或许也可以注意 好 我们要来问 刚刚我们问的是 在短线上 有没有随时酝酿反弹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从策略的角度来问 那如果有反弹 我要卖还是买呢 因为反弹有两种 一种是让你跑的 一种是他告诉你 这个地方已经触底了 有机会往上走 所以反而应该去抄底 所以反弹是应该站在买方 还站在卖方呢 认为站在买方的给圈 卖方给擦 请举牌 我们现在来问策略 好 所以认为应该卖的有一票 有三票认为反弹 应该站在买方 文三认为要买 因为我觉得破线之后 整理期会加大 所以原则上 还是要把你的资金的话 尽量稍微减码一点 就是说持股不要太多 那等到整个盘是 双底形成的时候 那时候再做一个 加码的一个动作 好来 但是现歌举圈 对 那最主要就是说 有一些他躺着也中枪 被误杀 错杀的这些 比如说 被低估的 比如说像货运航空 航力二流类 还有一些所谓的通膨概念股 这些都是被错杀 误杀的 但是如果说他今年 已经没有成长空间 他已经过度反应了 比如说那个试塞 我们这个快塞的 那些过度反应的 我跟你说这把酒拿起来要走了 你不要在身上 因为不就比较爱了 五千多个 六千多个 七千多个 差不多大家麻烦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要分两派 好 真正把酒拿起来要走